大家晚上好,歡迎來到深夜研究所 今天跟大家來學習一下室內的這種分割手法 運用到我們的空間設計裡面 那今天我們來看兩個台灣設計師他們的空間 還有他們的這個分割的這種運用的方式 我們看的是李偉銘跟唐宗翰的作品 那我們今天一樣先到他們這個公司的網站 我們去瀏覽一下看一下他們這兩個設計師 他們的這個作品大概是怎麼樣的一種 美學的風格也好 或者是他這個空間大概是怎麼樣的類型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看到的是這個是李偉銘的 李偉銘建築師李偉銘老師的他們的工作室 我記得這個空間他的這個網站在我大概畢業的時候 十幾年前就已經有這個網站 那他網站裡面他有他的這個不同的這個作品 列表 不過這幾年的這個作品列表好像 沒看到 可能沒有更新 不過這裡面還是有很多之前的作品 在裡面可以看到有住宅的樣板房的 到2019年 所以他這個網站相對來講 可能比較久一點 那裡面有很多的這個不同的這種空間類型 有這個辦公室的 有樣板房的 有商業空間 書店 然後也有這個 甚至是都市規劃的這種 比較大型建築的也有 比較大型建築的也有在裡面 看一下這個 新疆灣的在中國 新疆灣的上海 作品 哇這個 他們這個空間的作品比較小 所以不是很清楚 不過 也可以就是稍微看一下 他的這個空間裡的一個大概的這種 呈現 就是 李偉銘建築師 他因為是建築師出身 所以他對空間的這種 就是 操作上面呢 就會比較規整一點 然後比較就是線條感 就很強烈 其實台灣的建築師 跟設計師來講 在這個運用這個手法方面 也是走的比較現代一點 然後比較這種規整 然後曲線弧線這東西 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是 住宅空間也是會用到 但是比較多的是 就是這種比較 很銳利的線條 很漂亮的這個分割線 像他這個空間裡面 就可以看到說 天花板跟牆面的這種分割 甚至是運用格柵啊 或者是其他的材料 在不同材料上面也做分割 嗯 然後 色塊就是不同的色塊 像他這個空間的這個 一個空間是用木頭的這個材料 另外一個空間是刷切的材料 很明顯的把它區分出來 然後 他其他的作品 那我們今天會看一個 他的這個住宅的作品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 這個空間裡面 是怎麼樣的一個手法 那 我們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唐宗翰的 唐宗翰叫做靜靜製作 他們公司的名稱 然後 往下看 他有很多的這個 空間 然後 他們公司的這個環境 然後 他們的這個 唐宗翰 這個設計師 他們也得蠻多的獎 有TID獎 然後 蠻多的 還有新聞報導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作品 他的住宅的作品 你可以看 像這個石皮的這個部分 是他們的 比較喜歡用的一種手法 他覺得他們這個 石皮的這種 設計是他們 就是 他們一開始就是運用這種石皮 在空間裡面 然後後來又用這種不鏽鋼 就是用了不同的材料 可以看到這個空間 然後最多的 台灣設計師最多的 還是用這種原木 跟這個白色的這個漆來做搭配 然後配合一些大理石 還有食材 然後比較穩 就是比較溫潤的色彩 然後 比較偏這種黑白灰 然後搭配木座 然後加上不鏽鋼 然後鏡子 還有這個鐵劍 鐵翼的這個設計 所以像 你可以看到空間裡面有不鏽鋼 然後 有刷的這個白色青 當然也有一些就是 牆布 牆紙的這樣的材料 還有軟包的這種材料 在空間裡面 可以看到 那就是設計手法上面會很規則 比如說這個牆面是一個材料 這邊的天花板是一個材料 其他的天花板是另外一個材料 這是他比較早期的作品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 我們就一起隨便看一下 然後像這個電視櫃 它是一個 就是像牆面的這種做法 也是唐宗翰老師他喜歡的一個手法 因為這個空間 它的穿透感會比較強烈 然後你可以看到的這個牆面的這個材料 一直延伸到天花掉頂這邊 這邊可能一根涼 然後跟它做一個結合 然後 廚房餐廳這邊也是一個開放 有點半開放式的這樣子的一種 空間感受 然後比較多的 你可以看到比較深色的這個材料的地面 然後牆面呢 木座的材料 跟有這個大理石的這個中導 然後結合這個木頭跟鐵翼的 這個中導台 結合這個餐桌 然後上面吊頂呢 也做了一個斜板的吊頂 然後這個很燈 都很就是線條感很強烈 對 清楚 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個牆面的這個分割線呢 跟地面的跟吊頂的 它會有一個線條上面的一個對話 結合 然後這個 吊頂的部分 它也會有這個 分割線 然後分割線裡面就會有這個 線燈 還是這種 現在是用這種磁吸軌道燈 比較早的話就是用這個 桶燈 直接把它砍入在這個線條裡面 然後剛剛說的這個石皮 然後對面這個大理石 好 看一下 然後牆面的這個 電視櫃 電視牆 怎麼去結合 它的這個造型 就是這種分割 它是 不是整大塊的 它是有分割線的 然後這邊 尾端的這個牆面也是有分割線 然後這邊 格柵也是有分割線 這些分割線會形成空間裡面的韻律跟美感 這個手法是我們可以來學習的 然後 搭配了一些 這個比較現代的家具 然後 大家如果是看這個 作品的話 可以去它的網站去看一下 然後 看一下它的這個設計講解 運用食材 金屬木紋 然後它的一個 書名 它都有一個書名 然後這種比較 純白一點的這種 風格 比較偏這種木舉風 無印風 然後這種原木風 這種風格 也是有 所以這個空間的這個分割線 我覺得 李偉銘建築師跟這個 唐宗翰 設計師呢 他們的這個作品 都有很好的這種線條的這種線條的美感 還有分割的這種美感 可以來學習 就是這種 比如說你看它這個地面的分割 跟牆面這邊 牆面還有跟吊頂的這個分割線 的一種 對話 然後 運用到其他空間上面的 像這個吊頂的一點 微微的造型 然後 其他的空間的這個 牆面的這個分割 鐵翼的這個 鐵翼的這個收納櫃的這個分割 展示櫃的分割 好我們 就看到這邊 直接來看一下就是他們這個 李偉銘跟唐宗翰的 在空間裡面呢 要操作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思考 那我們看的是李偉銘建築師的 這個是192米平方 192米平方的這個 神正漢金半山公館樣板間的 這個設計 是一個比較大的平成 不過我們是100到150到200內的 都可以用這個樣板間的方式來參考 那我把它就是 我的這個設計的方法呢 比較一個步驟是這樣子 先從這個建築結構開始 然後我們再來做功能分區 然後第三個是 把天地壁的這個分割 先做一個整合 接下來就是裡面的這個 櫃體跟隔斷 或者是隔柵的這種空間 去增加空間層次 然後再來就是立面的分割 就是不同材料的這個分割的運用 跟分割線的這個設計 最後是一個細部的設計 那第一個這個建築結構 兩柱參考 先我們來看後面的這個 我們拿一個平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從一開始看這個 我們設計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基本的建築圖 然後建築的這個 開發商給的這個建築圖 那這個建築圖 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先看到它的這個 量柱的這個結構 通常就是我們一開始 拿到這個圖面的時候 開發商給的圖面的時候 我們先去看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量柱的位置 它這個量柱的位置 其實就是它現在 標的這個圓圈的這個距離 就是它的量柱的位置 先去了解一下這個量柱的關係 像它這裡是 外圍的話可能它到這裡 這裡就沒有 然後裡面的話 像它這條量柱 它可能是整個過來的 然後 然後 這一條 跟這邊 都是個 都是直接過來 然後 但是這邊它有可能這一條 是 不是直接過來的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這個空間 大空間 它這個地方有可能是客廳 餐廳 所以它這 客廳餐廳的上面的這個量 有可能是比較小的量 或者是 跟這個樓板結合的 所以我們這個案例裡面呢 這根量其實就沒有 然後這根量呢 是比較低的量 在我們做調領設計的時候 會比較好來這個整合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要先看的 這個從這個 它的這個結構線 這個結構線會決定什麼呢 這個量柱的結構線 會決定裡面的這個空間的分割 通常牆都會立在這些結構線 就是量柱的這個 參考線的這個位置 這樣你的空間的這個分割 從建築裡面分割 它裡面的空間使用才會很 就是比較 功能會比較強 而且它不會浪費空間 都會在這個量柱之間來做 來做設計 如果這個建築師沒有設計好的話 這個量柱之間跟它的這個 就是房間的這個位置 它可能就不是在 剛好在這個量柱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設計師 設計的時候就要思考 怎麼樣去把這個量柱 做一個很好的這個修飾 或者跟空間裡面做結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空間裡面的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一張照片 它這個 我們空間裡面的這個柱子 它有可能跟這個牆結合 這邊會跟柱子 或者是在裡面的位置 通常這邊也會有個結構 因為兩個量交錯的地方 可能會有個結構 有可能沒有 但是有的話它可能在這裡 那有可能跟牆面結合 跟牆放在一起 那你看到我們這個空間 它我們要思考的就是說 在量柱的這個空間裡面呢 再去劃分出 它的這個 我們要的這個功能分區 所以這個量柱的位置呢 我們要先有一個頭腦一個概念 它在空間的哪個地方 還有這個量的這個高度 大概是空間裡面多少高度 有可能是30公分 有可能是35 有可能是40公分高 這樣子 我們這個 在我們腦中 要先有一個這個 參考線的概念 因為這個參考線 會決定我們 接下來的這個功能分區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參考線啊 之後呢 我們要看的就是 設定這個牆的位置 當這個參考線出來之後呢 這個空間裡面 它是三房兩廳的空間 所以這個空間出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從 從路口進來這邊 這邊路口進來 這裡就是個走道空間 然後呢 這個量柱的位置 它就會區分出了這個不同的 我們的這個室內空間 通常都是很規整的 所以這個空間 它 的牆面 它不是立在自豪 那牆面是在這裡 然後你就知道說 這裡 它會有一個量過去 然後 另外一個向度呢 也是就是在 這個向度呢 這邊也會有個量 在我的空間的上面會有量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 腦中必須要有這樣子的 一個 意識 就意識到這個量 在這個空間上面 我們要去搜 搜它去整理它 然後這個牆面的這個設計呢 這個 我畫了這個牆 是他們建築師設定的 因為它就是這個深色是結構牆 那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室內設計師就可以 把不是結構的地方拆掉 那目前的這個劃分呢 它的牆呢 是這樣劃分的 有可能是建築劃分 也有可能是 李偉銘設計師 把它劃分出來的 然後另外的地方就是 這邊都是有 這兩個參考線呢 是室內設計裡面呢 我們先要有的概念 就是這個兩根柱子的這個參考線 然後參考線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牆面的這個線 就是我這個 黃色的這個線條 就是牆面的線 這個牆面的線 就劃分出來我們的空間 所以 這裡這個空間它是 它是三房兩廳 所以 這邊有一個空間 這邊 就是進來之後呢 因為兩柱的關係 它就把它切割了 再來一個牆面的關係 現場既有牆 又把它切割一次 所以進來之後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走道 中間的走道 然後呢 你會進到這個空間 這個是比較大 那就這個就是一個主臥房 然後再進到這個空間 那就是另外一個次臥房 它只有帶一個廁所 然後這個主臥這邊 也是有帶一個 這一間是廁所 然後呢 下面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空間 就客房了 然後 但是這邊還有多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 這個是公用的廁所 那 你進到這個空間來 上面跟下面 你覺得哪邊是廚房 哪邊是餐廳 然後哪邊是客廳 上面的大空間 就是我們的這個客廳 然後廚房的話 這個設計的空間 裡面是後面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區塊 這邊就是它的廚房 那通常廚房這邊 它會有它的這個管道間 接它的這個排檢的設備 那後面這邊 它還有一個小空間 這個小空間 就可以拿來做這個保姆房 或者是做這個 就是洗衣的這個 洗衣房的設計 或者是晾衣服的空間 這樣子這個空間 就被我們區分出來了 就是依這個 先從這個建築的結構 開始到功能的分區 從這個牆體上面再來做一個分區 之後呢 那我們把這個平面 跟剛剛的這個分割線套 就是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主臥房的空間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客廳空間 餐廳的空間 然後廚房的空間 這邊還有一個保姆房 跟小小的衛生間 是給保姆房用的 這個設計的時候 把這個功能 保姆的這個 它自己的這個生活功能 給它切開了 然後主人的這個空間裡面 它就是把這個主臥 跟這個主臥 這個廁所再放到上面這個區塊 然後再進來的這個空間 有另外兩個小的 物事房間 然後客廳在上面 比較大的這個大空間裡面 來使用 那這個分割就是很規整的分割 因為從這個梁柱 跟它的這個建築 它既有的這個牆面來做的時候 它就會 這個線條就會很清楚 然後你在 我們在設計這個分割線的時候 跟它的那個空間的 建築結構就會整合在一起 然後再來呢 再來就是天地地 分割線的整合 就是當我們的頭腦裡面 思考的這個線條 這個梁柱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另外一個 就是說這個梁柱 它這個梁的位置 它是樓板往下降 所以它會有一個勾力差 那這個勾力差呢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收這個梁 跟就是梁的這個高度的這個距離 那我們用的方法就是用一個 第一天花來收這個梁 那在這個空間呢 以這個空間來說明的話 就是說 當我一進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邊 空間 一進來這邊空間 你會看到這邊有梁 這邊有梁 所以我們最好在這邊 就是設計這個第一天花 然後把這些梁把它包起來 甚至是衍生到這個空間來 然後上面的這個空間也是 就是說我進到這個空間來的時候 這是牆面 進到空間來的時候 這裡還好 就是它上面的這個主臥這邊還好 但是這裡有一根梁 所以主臥的這個地方的這個高度呢 我們就要看一下它的現場 這根梁是不是它比較低 比較低的話呢 我們收法的話 這裡的高度就可以不一樣 那我們的這個最低的天花通常 我們的設計呢 就運用在我們的這個路口的這個走廊的這個位置 通常會是一個低天花的收法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低天花的收法是怎麼說 它的低天花的收法就是 紅色的這個區塊是低的 然後沒有畫的這個區塊是比較高的 照樓板的這個高度 再往下一點的高度 所以樓板的這個高度 它大概是2米9 然後低天花大概是2米4左右 上面是標2米4 好就是這個低天花的位置 就在我們這個線條的 剛剛說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低天花呢 會延伸到不同的空間裡面去 那這裡的一個設計呢 李偉銘建築師是把這個低天花 把它從這個走到這個地方 延伸到客廳這邊 多了一條線 所以你在客廳這邊看到你的這個 吊頂這邊會有個線條 這個線條 然後 然後廚房的地方也是 就是走到這邊 它再往下面再推過來 這邊 這個線條再往下推 然後這裡 後面的這個空間 它也是做一個低天花 所以中間 客廳的地方 它是會高起來 然後客... 然後呢 房間它的規劃是 進來也是低天花 但是到我這個睡覺的這個... 臥室的這個... 床的地方 就是高起來的一個空間 另外兩個空間也是 但是因為它這邊有一根... 低了涼 所以它就把... 分割線放到這裡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涼的位置去整合起來 所以... 在我們這個... 分割的步驟的第三個 就是把這個天... 地... 還有牆面的這個部分整合 那我們先把這個... 吊頂的這個... 天的部分呢 跟它的這個... 量度的關係 還有空間的... 牆面的關係 先做一個整合 做一個分割 這樣子空間 它就會有一個高低的這個... 差別的變化 我們看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 剛剛說這個... 本來在走到的這個地方 它可以在這裡 就做一個分割 那... 它... 想要把這個線條啊 低的天花呢 延伸到這個... 我們的客廳 那客廳感覺到 這邊有個線條感 是整塊延伸的 那... 這個手法也挺好的 它就是把這個... 它的這個客廳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線條的... 吊頂的延伸 然後下面這邊它也做了一個... 低的這個矮台的一個設計 然後甚至是... 延伸過來到這個... 這一邊的這個區塊 那... 要先思考的... 就是... 我覺得是在我們... 在想這個平面之前 我們就要先把... 吊頂的這一塊... 高低的這個... 位置呢... 把它... 找出來... 就換個角度看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低天花... 就是這個低天花的地方呢... 跟它這個高的這個地方... 是我們空間裡面要先確定的... 它的這個位置... 所以... 這兩個... 一個高的天花... 一個低的天花... 是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要先... 做出來的一個分割線... 然後再來就是... 平面的一個思考... 就是平面我的這個沙發床的... 這個白髮... 運用到空間... 跟這個吊頂結合的時候... 的關係... 所以... 像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邊... 過來... 就是這條線... 這條線過來... 然後這邊又在... 下面的這條線在這裡... 所以它剛好這個... 餐桌就在它的這個... 挑高的中間的這個位置... 這樣子... 然後... 剛剛講的這個高的這個... 高低的這個部分... 先把它找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看... 它的這個... 皮面上面的其他的... 分割... 那... 找出來這個... 這是從... 這個... 我們剛剛是從那個... 客廳看... 那這邊是往回看... 就是往我們這個... 路口的地方看... 它這個... 路口的這個... 低天花就會延伸到這個... 我們的... 客廳跟餐廳去... 就是... 客廳跟餐廳的這邊... 這個天花... 這個... 低天花就會延伸過... 延伸到... 從這個路口啊... 一直延伸到我們的... 客廳跟餐廳... 然後客廳跟餐廳... 然後客廳跟餐廳... 它就是有個高天花... 所以這個低天花呢... 通常我們設計就是會設計... 用這種方式來收掉... 為什麼這邊要做低的呢... 因為它這邊會有量... 對吧... 就是這邊... 會有量在上面... 那我們就剛好利用這個低天花... 把量收了...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低天花裡面... 放空調的室內機... 就可以把它... 跟空調的這個機能結合... 在我們的低天花這邊... 所以... 我們一般的這個設計的手法呢... 把這個低天花放在... 走道的地方... 然後順便跟設備做結合... 這樣子就會很... 就是... 整個空間就會很好看... 很規整... 那... 剛剛的這個... 分割呢... 這個是吊頂分割嘛...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就是... 地面的這個分割... 你有沒有看到就是說... 這個吊頂在這裡... 分割線在這裡... 我的吊頂的這個分割線呢... 在這裡... 但是我地面的分割線呢... 它的地面分割線... 是在這裡... 我們地面的分割線呢... 它這是有兩種材質... 一個是瓷磚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這邊是瓷磚... 然後其他的房間呢... 全部都是這個... 木地板... 那這條分割線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 這個地面的分割線... 就是以機能為主... 我走到跟這個... 餐廳區... 我都是用瓷磚... 或者是我鋪大理石... 那... 其他的房間就是木地板... 所以你看... 吊頂的分割線... 我是在這裡... 但是我的地面的這個分割線... 是在這個地方... 這兩條線... 你可以把它... 放在一起... 你也可以不把它放在一起...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就是說... 吊頂呢... 我們... 思考好了這個... 梁柱的這個... 怎麼樣去收這個... 梁的位置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思考它裡面的這個空間的... 來配置... 就是... 哪邊放沙發... 哪邊放床... 然後哪邊放餐桌...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的地面的這個分割... 然後... 這些線條呢... 你就可以... 看... 如何去整合這幾個線條... 那吊頂的... 我們剛剛已經... 就是... 整合完了... 那我們地面的這個線條... 其實也很簡單... 它就是... 不同空間把它分割出來... 也就... 出來了... 那... 一個就是它的... 櫃體跟這個... 隔間牆的這個... 呃... 櫃體跟隔段... 或者是隔牆... 或者是隔柵的這個... 這個設計... 來增加空間的層次... 這個是地面的... 藍色是這個磁磚的... 把它... 畫出來就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 吊頂的低天花... 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分割線的... 相關的關係... 然後... 剛剛說的這個... 櫃體跟這個隔段... 就可以多分割空間... 好... 那我們一般設計呢... 就是我們會... 規整好... 就是把空間切好就好了... 但是... 迪偉銘建築師在設計的時候... 他喜歡用一個... 就是一個... 自由的這種平面的概念呢... 把這個... 格柵也好... 或者是這種隔段... 放到空間裡面... 去增加它的層次... 順便跟你的空間結合... 一些線條上面的線條桿... 去做結合... 所以... 他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他就把這個... 電視櫃... 電視櫃... 把它... 延伸出來... 然後... 電視的這個... 電視牆的這個主牆... 他就把它延伸出來... 然後... 下面呢... 檯面呢... 延伸過來到這個空間來... 然後...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這個... 櫃體... 這個是... 柱子的地方... 然後... 這邊呢... 他就多了一塊... 這個... 收納櫃... 他把這個... 量體呢... 把它延伸出來... 讓這個地方多增加了一個層次... 你... 這邊... 往回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邊多了一個橋面... 然後... 他這個... 進到空間... 到餐廳的這個地方... 他又設計的一個格柵... 讓你進來的時候呢... 從這個路口進來的時候... 你會... 看一下... 看到格柵... 再看到裡面的這個層次... 就多了好多個層次... 那這個層次... 就會讓你的空間... 有這樣子的一個... 像我們現在看到... 這樣的一種效果... 就很有層次感... 這邊有格柵了... 然後這邊有... 展示櫃... 收納櫃... 展示櫃的這個... 功能... 然後... 稍微擋了一下這個路口... 就等於說... 他進來的時候... 的這個空間... 他好像是一個... 區塊... 隱隱約約的感覺... 我有一個... 路口的這個... 玄關的感覺... 然後再到後面這邊... 後面這邊呢... 他又有... 放了... 這邊有放了一個... 就是一個... 展示的一個... 小的檯面... 這邊又好像有... 另外一個小的玄關... 然後再進到我們的餐廳... 跟進到... 客廳... 他就多了一個... 空間的層次... 這個是這個... 李偉銘... 金主師他... 喜歡的一種... 設計手法...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方式把它學起來... 所以... 吊頂的這個分割線... 然後... 還有... 地面的這個分割線... 還有... 墻面的這個... 櫃體的這個分割線... 就把它整合一下... 整合起來... 然後... 你要看的... 就是說... 他這個... 放的這個位置... 剛好也要... 對齊到你的這個... 像... 就像... 呼應的一些... 牆面的... 還有... 這個開口的... 這個... 距離的地方... 像... 他這個地方也是... 他這個地方... 剛好是... 對齊這個小的... 這個... 開門的... 這個... 位置... OK... 這樣子... 那... 再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 當我們這個... 平面上面的這個... 從吊頂的這個... 高低差的這個... 分割線... 再到地面的這個... 分割線... 然後再到這個... 櫃體的... 那我剛剛... 我現在... 分析的是這個... 客廳跟餐廳的... 房間的話呢... 房間... 大家... 可以... 就是... 看一下我這個... 平面... 就是說... 一進到這個... 空間的時候... 它一樣... 讓這個地方有一個小玄關... 然後再到我這個... 我睡覺的床來... 但是... 這邊有一個... emote間... 所以... 這邊要設計一個... 就是... 有點像... 隔斷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 突出來的牆面... 剛好在我們這個人的... 這個睡覺的地方... 所以像這種... 牆面... 我們視覺... 睡覺看過去的... 突出來的... 這種... 櫃體... 就必須要... 設計好... 如果在我們睡覺上面的... 這個地方... 有涼的話... 你也得設計... 吊頂把它... 遮起來... 這跟我們的... 那個... 空間的這種... 人睡... 視覺上... 很不舒服... 這就是... 空間的風水... 就是說... 你睡覺的時候... 你沒有把這些線條... 很規整的... 分割好之後... 你看到的這個線條... 或者... 凸出來的這種... 角... 剛好對著你的時候... 這就是... 不是很好的一個風水... 也是... 不是很好的設計... 這樣子... 所以這邊... 多了一個... 剛剛都說了... 多了一個... 這一個... 格柵... 來... 遮住這個... 後面這個櫃體... 對我們人的視覺上面... 這種不舒服的... 剛好... 又多了一個層次... 到一帽間... 再到... 或者到廁所的這個層次... 好... 那其他的空間... 應該... 他的這個... 化分也是比較... 比較... 比較規整的... 這樣子... 那把這些櫃體呢... 跟... 隔段呢... 分割完之後... 我們... 接下來... 就要來做這個... 立面的分割... 那... 以這張照片來... 看的話... 這裡呢... 我們這個... 客廳進來這邊... 剛好就是一個... 低天花的位置... 然後... 餐廳這邊就有... 跟客廳這邊就有... 高天花的位置... 那... 在高低的地方... 你就可以設計... 進階燈... 然後... 像他這個地方... 是... 讓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 厨房... 讓我們這個... 餐廳的這個空間... 又再降下來一點點... 然後... 在他的後面... 裝這個... 間接燈... 然後... 從這個... 牆面這邊延伸下來... 就是這個... 餐廳的這個空間... 是... 頂面跟牆面延伸下來... 然後... 在客廳這邊的... 櫃體呢... 就看我們這個... 高低差的位置... 然後... 來做這個... 收納跟... 牆面的分割... 有... 開放式的... 展示的... 櫃體... 也有這個... 帶門片的... 收納的... 這樣子的一個... 櫃體的... 一個設計結合... 這樣子就把... 這個設計... 整個... 大概的... 做出來了... 這樣子... 這就是這個... 立面上面的分割... 那這個... 立面的分割... 跟什麼有關呢... 就跟我們... 吊頂的這個... 高低差有關... 還有跟剛剛說的... 你的這個... 格柵跟這個... 櫃體的這個距離... 有關...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你就可以看出來這邊... 這是一個高低差... 然後高低差的這個地方... 它又做了分割... 然後在這個... 分割完之後呢... 有幾個地方... 它是... 這邊是開放使用的... 開放的展示櫃... 然後... 白色的地方... 就是一個收納的... 開放跟收納的這個功能... 把它結合... 設計在... 一起... 然後不同的這個... 呃... 不同的這個顏色... 好... 然後剛剛說的這個地方... 它喜歡... 它有個設計手法... 就是把這個... 吊頂的這個... 跟牆面這個兩個材質呢... 做結合... 然後這上面這裡是... 布毅的話... 它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布毅的材質... 那如果這裡... 是一個... 木頭材質... 那它上面這邊... 就會是一個... 木頭材質... 等於說它這個... 底面跟牆面... 做一個結合... 然後它也沒有到底... 就是它讓它有一個... 浮起來的... 這樣子一個... 造型... 就像我們... 看到的這個... 地方... 好像一個... 裝飾的這個... 牆... 這個手法是它... 喜歡的手法... OK... 然後這個... 因為這個牆跟這個... 頂面它是結合的... 所以它旁邊的這個... 地方呢... 它就是給它拖開... 為什麼這邊要打燈... 它上面這邊打燈... 所以這邊它又做了一個拖開... 讓燈從這邊洗下來... 這樣子... 有一些細節... 就設計上面... 分割好之後... 它會有一些... 燈的這個細節... 把它設計進去... 好... 這是立面分割... 對... 這個... 這個手法運用到... 這個... 床頭也是啊... 它這個...這個床頭也是... 就是把這個... 床頭的這個... 吊頂跟它的這個牆面呢... 做一個一樣的材質的結合... 變成它的主牆... 這樣子...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啊... 這裡... 那其他的... 地方呢... 像其他的房間也是... 進去... 的時候... 高天花在... 剛剛說的這個床的這個位置... 然後低天花呢... 是在... 走到的這個地方... 延伸進到這個... 臥室這邊來... 這樣子... 那... 我們從... 吊頂... 然後到這個牆面... 再到這個... 地面... 的分割線... 然後再到... 立面上面的分割線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立面放大之後... 它就有立面上面的這個... 細部... 分割之後的這個細部... 像它這個格柵... 剛剛我們想說是一個格柵... 但是它這個設計的時候... 它是把... 鐵翼跟這個... 木頭... 的這種格柵做一個結合... 所以它有一些細部... 它要交代就是這個... 格柵的大小... 然後寬度... 它的密度... 然後這個地方... 它是想要做這個電視... 電視牆... 到時候電視是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那... 這裡的話... 就是放一些設備的這個地方... 它把它畫出來... 這邊可以放... 這個... 電視的... 看電視的一些... 機子... 盒子... 然後這個... 設計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尺寸... 然後它的分割是怎麼分的... 這裡它是分成... 三條的分割線... 然後下面的這個... 地方它又分了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分割... 這個就是... 在分割上面... 我們要思考的... 要分... 看分幾等分... 比較... 好看... 通常是三等分啦... 我們... 很喜歡做三等分的分割... OK... 好... 然後還有一些細節... 就是說... 像這邊掉頂的... 這個地方啊... 它這個地方是有一個拖... 一個勾縫的... 它不是完全就是... 黏在一起... 它是這個底面跟這個牆面... 它是有一個勾縫... 它又多做了這個細節... 好... 就是分割到最後就是... 細部的分割跟材料的這個結合...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它設計出來的一個... 感覺... 從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掉頂... 再到這個... 牆面的... 跟地面的這個分割的時候... 還有它運用這個櫃體... 把它凸出來之後... 形成了這樣子的一種空間感... 比較多了一點層次的這種... 空間感... 所以... 在設計的時候呢... 運用這個手法... 這個方法來... 你的空間就會收得很乾淨... 很規整... 而且像這個... 這樣的空間... 它這個是快要200平方的... 平方米的這樣的空間... 使用起來... 它的整個空間看起來... 也是很舒服的... 李偉銘跟這個... 唐宗翰的... 都是比較偏這個... 原木的這種風格... 然後... 但是... 就是... 比較... 就是... 現在就是... 大家就是... 比較多用的... 這種... 這種材質... 但是我們可以換... 就是這個木頭材質... 我可以換成比較深色或淺色的... 或者是... 白色的... 就全部都是白色的也可以... 但是空間的那個層次跟分割... 它還是會出來... 它會很... 很... 規則很好看... 接下來是唐宗翰的540平方... 它這個... 富士樓的這個豪宅... 就比較大了...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 就不用... 平面圖... 看我們先從照片... 來反推... 它的這個... 分割的手法... 那它... 這個是它的... 電視櫃... 你可以看到... 它... 電視櫃有很多的分割線... 然後... 甚至這個分割線... 延伸到了這個廚房這邊的櫃體... 做的這個結合... 所以它這個線條感覺會好看... 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只有兩三個材料... 但是因為這個分割線... 在我的空間裡面... 所以整個空間看起來... 它就比較豐富... 沒有這麼單調... 這樣子... 那它的立面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畫法... 有一點... 分割線上面... 還是有一點點... 不一樣... 它有... 做了一點調整...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分割... 那... 剛剛說的這個... 高低的這個... 高低的天花吊頂... 它還是有出來... 就是在客廳的地方比較高... 走到的地方比較低... 這樣子... 這裡... 低... 這邊高... 中間高... 這個手法... 這兩個空間... 立委民建築師跟這個... 唐宗漢設計師他們的這個手法... 在處理的方面都是在... 走到的地方低... 然後... 客廳的地方會高... 這個手法是... 大家是... 一樣的... 然後... 我們再看一個就是說... 它這個分割線啊... 吊頂的... 分割線... 它... 這邊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 它這個吊頂跟這個... 地面這邊的分割線... 它是... 對在一起的... 然後... 這邊的這個... 它這個... 頂面這條線... 跟它這個... 地面上的... 這條線是... 對在一起的... 這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這個... 頂面跟立面的這個... 分割的... 分割線的這個... 對齊的這個手法... 運用... 然後... 高低天花... 一樣... 不過這個地方的... 高天花比較沒那麼多... 然後剛剛說的這個... 分割線從這個... 客廳這邊... 延伸過來到這個... 餐廳這裡... 的這個... 位子... 所以... 地面上面你就可以看到... 餐廳這邊也是... 有一個高低的... 這個... 聽花的一個... 分割線... 然後... 這個高低之間... 這邊又有一個... 這個... 主牆的設計... 有一個這個... 客... 餐廳的這個... 電視牆的這個設計... 然後... 立面上面的這個... 分割線... 這邊大... 這邊兩個小... 這邊兩個... 小的... 然後... 這裡的分割... 跟這邊的分割... 差不多大小... 看一下這邊... 就是你看怎麼分割... 就是左右對稱... 然後再來做這個... 差不多的這個... 尺寸的... 分割... 然後... 這邊... 衍生過來...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 這個是它的這個... 餐廳過來的這個... 吧台區... 結合它的這個... 就是... 料理區的... 開放的這個... 中島... 然後... 這邊有... 梁的時候... 它的設計是... 這塊是... 既有這個... 牆面... 然後... 它把這個地方... 延伸到它的這個... 梁這邊... 讓它做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連結... 然後... 吊頂的部分呢... 從這個... 上面的... 然後... 到這個地方... 立面上面... 它是... 連起來的... 這邊... 分割線... 這樣子... 這邊還有分割... 所以你看它的這個... 分割線... 它跟它的這個... 空間的這個... 關係... 它是會... 跟... 底面... 還有... 地面的... 線條... 會去找一些相關的... 關聯線來做一個... 呼應... 然後... 我們分析一下... 因為我們分割的時候... 我們... 大塊的這個空間... 是以它的材質來看... 那我們... 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這種... 台式風格的... 它比較多運用到這個... 不鏽鋼... 還有這個... 大理石... 這個空間裡面用了... 灰色的大理石... 然後... 黑色的這個... 鐵劍... 然後... 木頭... 格柵... 然後... 比較多... 用白色的漆... 那我們把它分一下這個顏色... 在... 平面上面...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分布...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的這個分布是... 我進來的時候... 這個區塊... 我用的是... 木頭... 黃色木頭... 然後... 白色的漆... 是在這個空間... 我都運用白色的漆... 在... 底面這邊... 我進來的時候... 這個底面的部分... 背景都是白色的... 那我這個區塊... 就是用一個... 比較深的這個... 木頭色... 然後... 我進來看過來的時候... 我電視櫃這邊呢... 我運用的是一個... 大理石的這樣子... 灰色大理石的一個... 設計... 然後... 我裡面穿插了一些... 黑色的鐵件... 紅色的這個... 部分就是... 代表的是這個... 黑色的鐵件... 然後... 這裡的空間... 到我們的這個... 樓梯... 樓梯間這邊... 樓梯的地方... 我是把... 也都是這個... 大理石... 延伸過來... 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配色... 它就是這樣子配... 這邊是... 大理石的... 後面是白色的牆面... 然後... 這個空間呢... 這塊體... 是用木頭的格柵... 就把它區分出來了... 在裡面就可以... 看到這個... 以這種... 空間裡面的這種... 背景... 主題... 還有它的這個... 主題牆... 還有它的... 這個... 不同的這個... 機能... 把它分區... 簡單的分一下這個材料... 所以... 吊頂的部分呢... 剛剛那個灰色的這個材料... 就是大理石... 那... 在吊頂的部分... 它是用不鏽鋼... 它是用了... 一些... 低電化... 它是用不鏽鋼... 然後可以反射一下... 那個... 外面的這個空間... 所以它這個... 外面這個區塊... 它用不鏽鋼的... 然後延伸到這個... 走到這個位置... 都是用不鏽鋼的來... 收它的這個空間... 然後... 高起來的這個地方... 它是用木頭格柵... 來設計... 好... 那地面的部分呢... 就是用這個... 地面的部分也是用木... 地板跟這個... 就是... 大理石... 來做這個... 在... 一樣在我們這個... 在廚房... 餐廳的這個區塊... 用大理石... 然後其他的空間... 都用木地板... 然後廁所裡面... 用... 一樣用這個大理石... 或瓷磚... 這樣子... 的分割... 那地面的分割呢... 唐中漢也是... 就是... 蠻細緻的... 就是會連這個... 牆面的這個位置... 跟它做一個呼應... 然後去切割這種... 大大小小的... 這種塊... 增加它這個... 地面的豐富性... 然後連這個木地板... 也可以... 依它的這個... 分割線... 來做一個... 裁切... 這樣子... 整個空間... 就會很好看... 好...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劉維銘跟唐中漢... 他們對這個設計上面... 他們有什麼樣的... 一種想法... 跟他們... 有什麼樣的... 這一種... 設計概念呢... 我們看一下他們... 的影片... 簡單的... 我們看一下再來討論... 在過去那種... 攝影的經驗... 讓你養成一種習慣... 你看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會去框那個景... 就是一種習慣性的... 框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它非常重要... 因為... 同樣這個空間... 如果你框得好... 跟你框得不好... 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攝影師的工作... 他其實... 戴著相機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雙眼睛... 他用更專業的眼睛... 去把世界給框起來... 讓我們平凡的人看到... 那我覺得建築師... 其實也是一樣... 在這個空間裡面... 把這個空間的... 精神跟特色... 給框起來... 讓人能夠去... 體會... 所以設計... 在人的空間感受裡... 是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發覺相對起來... 我其實是一個... 比較笨拙的人... 相對起來... 很笨拙的意思是說... 除了設計之外... 我好像什麼都不會做... 什麼也都沒有太多的興趣... 就是把一件事情... 不斷地做好... 那... 或許換一個角度來講... 這種笨拙... 裡面反而會... 帶來一些... 好處跟優勢... 就是因為你笨拙... 你不斷地去做... 同樣一件事情... 我們做的是... 這是我們相信的一件事情... 而且... 所謂的風格... 這些材料來講的話... 我不太在乎... 用不同的... 但是... 我們每個空間的挑戰... 跟空間的解決方式... 都不一樣... 我認為生活其實... 可以... 非常簡單... 當你專注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有些事情真的... 不是那麼重要... 我們今天那個古建築... 其實... 其實... 是一個商品... 你知道... 最近開始有些人發掘... 古建築還有價值... 就開始去買... 買了之後... 把它們拆解了... 放到一個新的地方... 代價而估... 我會覺得... 他們還是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他們還是讓一個老的房子... 您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那個老房子... 站在草地上的時候... 那種被... 荒蕪的那種感覺... 但至少現在的過程... 它讓人家看到它的美... 的時候... 它的價值提升了... 它的價值提升了之後... 我覺得... 也許... 這些文化歷史... 能夠有更好的一種... 重新的在呈現的時候... 也許我們就會很訝異... 還有很多剩下的東西... 能夠被這句發掘出來... 我們... 要訴諸人性的最基礎的時候... 在人性的最基本裡面... 其實沒有符號的... 請問你的愛情觀是... 中式的還西式的... 這件事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請問你對你的家人跟兒子的感情... 是... 西方式的還中方式... 你可以賦予它... 沒有... 這些其實都是很基礎... 很深層的一些事情的時候... 它沒有文化符號... 所以... 我寧願去做這些事情... 讓那一些對於人性... 還不是那麼的信任... 或是對於人性的價值... 還不是那麼深刻的理解... 他們覺得... 抓到一個符號來... 塑造出來一個... 很像是場景的那種... 設計師... 等等的時候... 讓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 如果你要做一個最好的... 的時候... 你真的要... 放棄很多的... 具體的形式... 你要訴諸人真正的感覺... 好...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李偉銘建築師他的講法...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空間... 其實有很多這個... 牆面... 它是... 連在一起的材質... 然後有一點... 穿插的這種... 材質穿插... 然後有一些... 掉頂的這個分割線... 它其實是連... 有連在一起... 然後還有這種... 掉頂的高低差的這種設計... 在我們剛剛分析這種分割線的時候... 你都可以... 清楚的看到...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唐宗漢設計師他的這個... 設計的想法... 觀察這件事情其實是... 設計者在吸收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必須要保持著一個... 毛孔打開的狀況... 跟外界的事物... 產生密切直接的連結... 我們在一開始做設計的時候... 看到的都是... 材料... 可是其實實際上面... 我們真正要理解的是... 這些東西所組合而成的情緒... 它會讓我們進一步去思考... 物質... 跟空間之間的關係... 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否需要... 我們如何需要... 有些材料的選擇... 跟使用上... 我們要找到最適用... 最可靠... 最真實的... 所以有些東西它會變得... 越來越簡化... 更直接的去把材料本身的特性...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概念... 讓人感受到... 放鬆... 讓人感受到... 不同的情緒的產生... 如果是一家... 它可能讓人覺得安定... 它可能讓人覺得舒服... 有些人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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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做空間的時候... 為什麼會覺得... 做設計做到很開心... 做到欲罷不能... 會有人... 願意把這件事情... 當作一輩子的字眼... 就像創作一幅畫作一樣... 它不是時間到了... 畫筆就下半... 它是連貫的連續的... 讓你會一直... 不斷的進入到那裡面... 而且你還會... 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別人分享... 更多的人... 能夠認同你的理念...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努力的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的重點... 是在於... 你有沒有讓你身邊的人... 過得更好... 這個才是我們... 人生中最大的成就... 好 我們剛剛看到... 唐宗翰的這個... 設計師呢... 他的這種想法... 就是說... 材料本身是要感動人的... 那我們在運用這個材料... 因為你看... 設計到最後... 都是這個材料的... 這種交接... 然後不同材料的... 運用到空間... 給了人這種感受... 而且他們... 對他們... 這些設計師來說呢... 風格這種東西... 他們沒有那麼... 強烈的這種意思... 他反而是想要在... 透過這個材料... 傳遞出來這種... 人在裡面的這種情感... 還有你... 這種材料... 帶出來的這種... 空間效果... 是有... 讓你可以在裡面感受到這種... 很舒服啊... 或者是感受到這種... 裡面是有一種... 很... 新的這種空間的... 這種場域的這種效果... 那我們今天呢... 做這種分割線的練習... 從這個吊頂... 到我們的牆面... 到我們的地面... 到我們的這個... 格柵跟這個櫃體... 的運用... 大家可以... 再有時間... 可以再... 看一下他們其他的... 作品上面的這種運用... 希望這種分割線的... 這種思考... 能夠... 大家可以... 很清楚的... 把它... 運用到自己的... 設計上面... 或者是在看這個... 人家的作品的時候呢... 可以理解說... 這個空間的這個... 分割呢... 從吊頂上面... 它必須要去解決這個... 梁... 跟柱的這個關係... 空間上面高力差的... 這種設計的這種... 整合... 然後再來到... 牆面這個分割線跟吊頂... 還有D面的這個... 連結... 然後再來到... 就是... 整個櫃體本身的... 這種分割的... 美感... 比例... 然後再到... 它的這個細節的... 材料的這種... 不同的材料的... 這個結合的運用... 那今天... 我們就講到這邊... 那... 下禮拜呢... 我們... 來... 討論另外一個... 然後來... 學習... 那我們下禮拜呢... 來... 看另外一個就是... Bjock Ingalls... 的這個演講... 然後他... 怎麼樣... 約用他的這個... 數據... 就是他收集到的這個訊息... 資料... 然後... 運用到他的空間裡面... 去解決很多... 一些... 空間上面... 還有建築上面的一些問題... 然後發揮他的一些優勢... 然後... 因為他本身是... 一個... 現在... 應該是非常... 算是一個網紅的建築師... 然後... 也很年輕... 然後... 他也是一個... 跟... 我們之前講到的建築師一樣... 他有... 很有可能是... 之後的這個... 普利茲克獎得主... 他也是很厲害... 而且... 他公司有700多人... 而且... 他們做的這個... 建築... 非常有創意... 而且... 非常的... 天馬行空的去思考... 但是... 他這個天馬行空... 卻背後是有很強大的這種... 數據去支持... 還有很大的這種理由... 跟很... 很強大的這個... 解決的這種方案... 去... 解決他的這個... 空間的問題... 那我們下禮拜來... 一起來聽他... 做的演講... 然後我們從他的... 演講裡面呢... 看他怎麼運用... 他的這個設計說法... 還有他表達這個... 處理這個... 方案... 設計方案... 然後提出的這個設計方案... 去解決一些... 客戶的問題的時候... 他是怎麼去說明的... 他本身的這個... 個人的這種... 魅力... 講解的魅力... 說故事的魅力... 還有處理這個... 建築的... 手法跟方案... 跟很多人也不太一樣... 所以... 我們下禮拜... 一起來學習...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